今天港味龍來到大埔 帶大家找好東西吃 其實我都算是半個大埔人 就讓我帶大家試試其中一樣大埔名物 這間以家鄉街頭小食文明的小食檔 除了有家鄉粉果、魚蛋等等的街頭小食之外 其中一樣我每次必點的 就是他們手造的魚肉燒賣 等我都弄一串 你看看,你看到燒賣很大粒 它吃起來跟平時的燒賣很不同 就是它裡面是很煙韌 而且你吃得出每一粒都很實 吃得出燒賣裡面真的有很多的魚肉味 還有蘸醬油加辣椒油 帶出燒賣的鮮味 燒賣的魔力真是無可抗拒 每次掃街點都要弄一串先過癮 但明明是茶樓的點心 為何會變成街頭小食 我們現在經常吃燒賣 究竟燒賣從何而來呢 燒賣其實是來自北方 以前叫做掃麥 掃就是小的意思 而麥就是用麥子造成的麵粉 所以我們現在吃到的燒賣 都是用很薄的麵皮包著很多餡料 北方的燒賣來到南方 就變成了南方飲食文化當中 不可說缺的一種點心 而點心裏製造燒賣 除了用豬肉、牛肉、鵪鶉蛋之外 倒不如加上魚肉上去 因為南方始終是魚米之香 譬如信德就會將釀鯪魚的方法 釀成煎釀三寶 也會將魚肉釀成燒賣 而這種魚肉燒賣 除了在酒樓可以吃到之外 也都流傳到大街小巷 變成一種香港地道的燒賣 韓市平平無奇的燒賣 一般都會用碎魚肉、肥豬肉、木薯粉 造成餡料 但是要做一粒既傳統又真材實料的燒賣 功夫一點也不少 就讓我們拜會一下 已經做了超過60年燒賣的三叔 教我們怎樣做魚肉燒賣 三叔,怎樣包燒賣的 不如跟我們示範一下 好啊,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首先你第一下就是 池巾有一點點力 按下這個燒賣皮 黏上來 池巾也要捉前一點 原來才有力 接著你就舀一口魚肉的餡料 舀上來 然後你就要捏它 接著你再舀不夠的話 再舀下去 大力的池巾 大力的,哇,搞定 好嗎 我覺得最難是最後以騙手一下 以前酒吧 蝦和肢肉做的 高級 酒鬼便便宜 這叫酒鬼便宜 我兩毛五顆燒賣 別人點應的兩毛便是飽了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當然 但自己仍然受到手勢 我想我一會兒會認出哪一顆是我包出來的 三叔的三兩下功夫已經包完了 我包得很厲害 你平日一天會包多少顆 平日包很多顆 幾千顆 看見三叔和伙伴三兩下手勢就做完一顆 一天可以做到1200顆 60年來三叔已經做了超過2000多萬顆燒賣 燒米那裏有沙魚肉 扣鯪魚肉進去 材料是用冬菜 餡頭 最簡單是大地衣 好味 大地衣有甜質 有香口 除了地衣 炸蔥 餡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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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有香口 五 六 六 菜就很香 原來一顆燒米是這麼講究的 如果燒米是餐桌上的藝術品 豉油和辣椒油就是賦予這件藝術品生命的靈魂 豉油很簡單 有五香粉 有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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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加醬油 有些吃鹹點 喜歡吃辣辣的 因為加醬油 辣椒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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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刺激好味 正宗香港自己60年代做到現在的 魚肉燒米由老一輩的香港人推轉木頭車開始 成為大家的街頭美食 更加成為不少香港人無時無刻都掛著的味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自己最愛的Comfort food呢 aku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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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